这一刀非常的关键 整根木头是亏是状 全在这一刀了 哇哦 完美 大家好我是老蒋 今天终于没下雨了 我们继续来开一个原木 这个原木是12米长 直径大概是1米6的样子 我计划是给它 从这个6米的位置断开 那边做一个6米的桌子 因为它刚好也是从这个地方转弯 断开以后才知道后面该怎么去 那现在叫师傅过来把它断开看一下了 断到6米8长 反正不管做什么要从这里打断 对不对 好了 现在我们的师傅开始准备 把这个木头锯断了 有点黑哦 里面估计是没了到 底下 底下面吧 弄进去吧 出去办了点事回来 这个面板已经开好了 透过了最激动人心的时刻 好 我们过来看一下吧 这个有点麻烦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条裂 刚好在面板上面有一条裂 从头到尾裂过来了 裂穿了 这个做猪子的话肯定就有点麻烦了 我过来看一下 我过来看一下 看这个裂是从哪里出来的 就外面这一条小小的一条裂 没想到它神经病那么深 这种木头真是看不懂 当时这一条的话 真的是觉得一点影响都没有的 现在的话做瓶桌肯定是不行了 做瓶桌在这中间有这么大一条 料肯定是影响美光 后面只能给它把这些地方 挖成鱼缸了 整个给它做成一个鱼缸 具体怎么做的话 我们后面的视频 再给大家分享一下吧 现在我们去看一下 另外一些怎么去 现在我们这一节还可以啊 就中间中间一点点 那它刚那个黑的 应该就是从这个转弯的地方开始的 保住了那一节能够切点板 这个木头应该也亏不了多少了 好了 现在我们插开第一块树皮看一下 目前来看没有什么问题 现在我们开始去第二刀 这一刀非常的光剑 整个木头是亏是状 全在这一刀了 非常漂亮啊 完美无瑕疵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先到这里了 如果你也喜欢木头 麻烦给老江点个赞加关注 我会在后面的视频中 给大家分享一下 这几个桌子的加工过程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您的观看